哈喽你们好呀 这里是风车 那么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期体验项的视频 NUC家族的新成员 寒霜峡谷 相比上次的爱来峡谷而言 这次的寒霜峡谷在哪些方面做的更加优秀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上标题 那么体验项视频 我们还是从外观看起 此次寒霜峡谷的尺寸依旧保持在117毫米乘112毫米 真的是巴掌大小的电脑 外观方面 一脉传承 跟豆子深红爱来都差不多 摸起来手感也差不多 全金属散热的外壳呢 可以有效的利用更多地方来进行散热 那么看完了外观 咱们来看一下爱欧的接口部分 先看一下正面 从左到右分别是USB-C接口 相比原来的USB-A有了一部分提升 一个USB3.0接口 一个3.5耳机或者麦克风接口 以及一个电源按键 随后咱们来看一下侧面 侧面依旧保留了SD卡扫 这里风车要给一个好兵 因为风车丢的读卡器 裸起来比这个NUC都要高 根据前期的资料查询来说 这个接口是升级过的UHS2代卡扫 比UHS1代速度提升了近三倍 传输速度据说可以达到300多兆一秒 着实的恐怖 那么侧面看完了 咱们来看一下背面 背面它是标准的19V电源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千兆的网络接口 两个USB接口 以及一个雷电3 这个我有点没想到 风车手里并没有显卡物 所以没有办法测出来 它是不是满速的雷电3 如果是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雷电3它是一个接口的传输标准 如果您在电脑上看到了这个logo 它意味着速度快并且同时能传输声音和图像 如果是满速的雷电3 意味着您可以扩展SSD 屏幕和外置的显卡 等各种各样的外置设备 外挂一个2080Ti都能跑得飞起 好了 外观部分 咱们简单看了一下 在准备上机之前呢 先和各位观众老爷说一下 此次的寒霜峡谷和爱莱峡谷不一样 不再是即开即用的类型 是半定制的系统 也就是说 寒霜峡谷是不包括内存和硬盘的 当然也没有自带Windows系统 需要您自己搭配和安装 根据资料来说 此次寒霜峡谷最大支持32G乘2 也就是64G的内存 风车找光微白嫖内存 光微说没有 所以这次风车白嫖行动大失败 对了 在上次做爱莱峡谷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风车你为什么不把它拆开 我们看一下 对吧 所以这次风车为了不丢人 在避免拆机的时候 出现翻车损毁等等情况 我耗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给大家找了一个详细的拆解链接 大家如果对寒霜峡谷的内部构造感兴趣 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看看 好了 那么咱们准备就算齐全了 开始准备上机测试 本次寒霜峡谷最大的升级出现了 那就是爱奇10710U处理器 这段时间的英特尔处理器是吧 这个颇有点一言难尽的感觉 对吧 这个我不能多说 大家也懂 我估计现在弹幕就开始刷下来了 是吧 这是什么叶子 对吧 但是单论这颗10710U处理器 这应该是截止到投稿前 在轻薄本领域最强的低压处理器 没有之一 哪怕是10纳米工艺加持的1065 也没有办法跟它比肩 10710U采用了14纳米支撑 6核心12线程设计 外带12兆的三环 基础频率为1.1G赫兹 单核心最高频率为4.7G赫兹 TDP设计为15瓦 支持英特尔的动态调节技术 此技术可以让各大厂商自行定制调节该优的发挥 比如说目前搭载的10710U的小新Pro13 它就附带了一个35瓦的野兽模式 在烤机状态下也可以保持35瓦的功耗 不降频 将性能发挥到高水准的水平 而我手里这台寒霜峡谷也是如此 在埃达64的烤机测试当中 我单烤了CPU FPU和CPU加FPU的组合考试 全程稳定在80度左右 单烤CPU主频稳定在3.5 单烤FPU主频稳定在3.4 CPU加FPU组合测试主频稳定也是3.4 注意这是全核心的数据 也就是12个框 全都是100%的负载 可以稳定在3.4G赫兹 温度稳定在80 虽然比预计的主频要低一些 毕竟它单核心最高频率是4.7 但是考虑到毕竟它多了两个核心4个块嘛 而且我也没有在BIOS解锁功耗墙来获取更高的性能 所以全核心满载在3.4到3.5G赫兹的主频 风车个人感觉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跑分工具 看看这颗1070U的具体成绩 首先是R20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R20的跑分 请注意这10次跑分是没有中途休息的 除了第7次掉出2200分之外 其余的测试成绩全部可以稳定在2200分以上 而R15的测试也可以破千 在我这里R15的测试可以达到1028分 在CPU-Z当中单核心测试为478分 多核心测试为3563分 在做完本视频之后 风车把工程打包了一下 用NOC再渲染了一次 并用采集卡来录制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图 上边是风车用9900KF炫出来的 下边是风车用寒霜峡谷炫的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做一个参考 那在这里风车说一下总结 首先这个CPU是真的强 低压试可以力拼目前9代的中端H标眼 目标直指高端的9750H 这个处理器的性能表现和这个温度的表现 让风车觉得这次Intel真的感受到危机了 那么说完了优点 咱们来说一下寒霜峡谷的缺点 首先寒霜峡谷的核心显卡不禁反退 根据检测软件的反馈来说 此次寒霜峡谷采用的是UHD GT2 最大频率为1.15G核子 这样一来是可以排除掉 它的核心显卡是UHD630的 因为UHD630的频率是1.2 那么这个UHD GT2代表的是哪块核心显卡呢 根据风车查询的资料 它是UHD62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处理器的气氛就稍微有一点微妙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是新时代的处理器 用了14纳米的架构 搭了一个8代产品的核心显卡 虽然这次测试 UHD620的4K 8K视频映节表现也不错 占用达到了60%左右 还有一定的余力 但是总归感觉稍微有点没诚意 万幸万幸 这次有雷电3的接口 不差钱的用户 可以选择外挂一件显卡物 这也算是一种解决的办法 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这个电源适配器 这个电源适配器比NUC本身都要长 而且它有两段线 更不容易携带 我真的无力吐槽英特尔了 这个电源设计跟NUC的便携设计的初衷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符 根据我的经验这个适配器装包里 以NUC都占定 相比小黑的口红电源来说 真的是太笨重了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进 我出一个比较斜的建议 就是 英特尔您能不能开放一个 就是适配器的单独购买权限 可以买好几个电源放在常用的地点 比如说家里放一套 单位放一套 背包里再备用一套 我移动只带这个NUC走 这样会方便很多 那么第三个问题 其实第三个它不能叫问题 它是一个建议 我个人建议 一定要在NUC上加入无线充电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非常贴心的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它也不能算问题 但是注定要劝退大部分用户 那就是价格 寒霜峡谷1070U这款就是NUC的产品 京东售价是4699 北京这边还没货 4699的价格没有内存和硬盘 这价格注定要劝退一大批想体验NUC的人 当然我个人对NUC的定价没有权利去说什么 毕竟好的产品你想要 但是你觉得它贵 这可能不是产品的问题 这是自己的问题 对吧 那么在这里平心而论 NUC好用吗 好用 在这个尺寸能做到这么高的集成度 而且性能功耗和噪音能平衡的这么好的 我印象里只有Mac mini就是苹果的那个 还有印尼的NUC 只有这两个 但是Mac mini那边性价比更低 NUC这边又对黑果的支持相当不错 所以目前来说 NUC应该是这个尺寸下的最优选 尤其是适合定向移动的用户使用 什么叫定向移动 比如说研究生 他要长期网管实验室和宿舍 比如说美工 编程 开发人员 带着这个NUC上下班 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寒霜峡谷是支持三路4K60帧的付出 支持64G的大内存扩展 支持PCIe乘4的超快孤单硬盘 而且给你预留了一个2.5英寸的硬盘接口 可以让您完美的应对编程啊设计啊 包括美工啊这一类的工作 而且NUC的小体力也非常易于携带 毕竟云盘再好啊 它也不如本地有份备散心里塌了 是不是 那在这里呢 还需要做一个科普 就是我在做爱来峡谷的时候 很多观众老爷都会拿这个NUC 去和笔记本电脑去比 笔电的全称是笔记本电脑 NUC的全称是迷你电脑 再想它也是电脑主机啊 它和咱们用的那些ATX MATX这些电脑主机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概念给弄混 那么在这里 咱们来做一个最后的大总结 首先寒双峡谷和爱来峡谷一样 目前还是小众用户的选择 更适合公司采购 以及有专业项需求的用户 如果你有专业项需求 不妨试一试 风车每天带着它上下班 目前感觉携带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要是不用带跟板砖似的那个电源就更好了 还是那句话 寒双峡谷适合个人用户的方面 是平面设计 后期制作 原画 编程等等方面 更专业的方面 以风车评级的质量 可能不太好总结出来 反正对于风车来说 这个AUC和笔电它会不充足 我才不去做选择呢 全都要就好了 那么十分感谢您看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一下一键三连 您的支持 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风车鞠躬之邪